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还能大声嚷嚷要开记者会 甚至吼道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要干什么吗 记者请他先不要激动 专心养病等待早日康复 菜头这才缓和下来 感谢外界对他的祝福和关心 网络上有脸有分享他的合照 九月时还祝福他健康活跳跳 而照片中的菜头前程礼佛 并未特别显现病龙 他目前正在住院治疗 家人还不能探视 经纪人则表示 自己得知菜头离癌时也十分惊讶 之前看到他都蛮健康的 对方也未向他透露太多病情 只说身体肠肿瘤要开刀 并交代这阵子无法接通告 声音听起来有些虚弱 他也提到 菜头有失眠问题 曾说晚上睡不住 都要到天亮才能入睡 曾和菜头一起主持 连黄炮的白冰冰得知此事后惊讶地说 怎么会这样 我不知道这件事 四个月前他来上我节目 当时他气色很好 跟以前一样白冰冰纳闷 菜头为何会罹患肝癌 他不喝酒 抽一点烟 但他有患幽闭症和恐慌症 曾因这二症住院 他祝他早日康复 菜头是一个欢喜 快乐的人 希望他赶快出院 带给大家快乐 菜头加油 菜头曾是昔日红遍半片天诸葛亮歌听秀的第一代班底之一 虽然没有俊秀的外形 但他对于表演艺术的精神 彻底发挥于每一次的表演上 以夸张又传神的表演风格出名的他 在节目上总带给观众许多欢乐 但为何如今 新少在荧光幕前看到他呢 1995年 菜头一首创立红顶艺人秀 红顶艺人为一种男扮女装的反串表演模式 团员几乎都是男性 也有少数未变性人成员 菜头提到 一开始会想创立红顶艺人 全是因为到泰国看到人妖秀 他说 我那时候恐慌症 忧郁症都不敢出国 莫有人来找我 只有费玉清来找我 我们到泰国第一站就是看人妖秀 当时 菜头坐在特区 因为是人生第一次看到人妖 所以打算好好欣赏 结果不看还好 一看菜头就迷恋上 我从头一直鼓掌 怎么有那么美 真的好漂亮哦 第一场看完后 菜头抓住费玉清 希望接下来旅程的每天都看人妖秀 在回程的飞机上 菜头就开始构思做红顶艺人 对玉清也相当支持她的决定 于是乎 菜头回台在三个月后就成立红顶艺人 并以两千万的资金在饭店盛大开幕 当时 红顶艺人秀在台湾一炮而红 这群化住浓妆 穿着裙子表演的反串艺人们轰动一时 还有许多日 团来台就为了欣赏他们的表演 菜头俨然掀起了台湾反串秀的巅峰 每天都赚了好多的钱 可惜后来饭店被卖掉 菜头也如摔绳上身对此她表示 她自从卖掉后 我就开始走下坡 由于原本的表演场地消失 菜头只好找其他场地 然所洽谈的饭店都对菜头狮子大开口 让她只好选择到处流浪 有时还远赴美国 就金山表演 最后身为创办人与经营者的菜头 不惜砸下七千多万 在台中打造表演剧场 莫想到921大地震时 表演场地被震倒 不但失去舞台 随着风潮过去 这群红顶艺人也渐渐没落 为了拯救红顶艺人秀 菜头积极奔走 三年后 红顶艺人秀在嘉义复出 但又因为剑 逃不过拆迁命运 后来 他们又到高雄表演 但票房不如预期 前前后后 菜头一共赔了1.7亿 卖期间房子才还清债务 压力还大到罹患忧郁症 倾家荡产的他不管怎么努力 却无法让红顶艺人秀其死回生 后来 菜头带住旗下的艺人们回到台北 在西门挺令起炉灶 没想到最后仍因经营不善倒闭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2017年9月 原先在菜头旗下红顶艺人歌舞团 担任灯光师兼爱场经理的杨姓前员工 指控菜头于该年2月 积欠薪水新台币31500元 两人因此起头脚 扬遭菜头以粗话辱骂 顿而离职后 向地方法院简易亭 提请协调劳资纠纷 杨姓前员工一控诉在调解破局后 双方在调解室外发生肢体冲突 菜头出手殴打他 造成其左后颈预伤 他已验伤备案并提起伤害告诉 对于相关控诉 菜头承认自己对杨姓前员工动粗 但否认欠薪一事 菜承认两人在调解室外互殴且自己动手在先 同时认为对方态度不佳 他表示 他真的太可恶 我忍不下这口气 我打他一拳 他打我两拳窝 我打他是从脸颊打 他去急诊是验伤 是脖子扭到 我就好奇怪 并斥责杨姓前员工不报而别 且偷窃道具 由于菜头认罪 检方起诉后 申请简易判决 法院审理后认为 薪资纠纷调解 为过应理性沟通 并寻求合法途径解决 然而 菜头却徒手殴商阳 足见其情绪管理及自我克制能力均有不足 甚至还在法院门口公然辱骂 损害他人名誉 因此分别判处蔡居易十日及罚金新台币五千元 2018年 苦苦支撑许久的菜头决定隐退 他坦言近几年不景气 且因大环境不佳才忍痛结束 24年表演生涯 就此画下句点 菜头也很不舍 菜头说 近来红包肠也锐减 我决定要守住自己 最后移动新北市永和的房子当老本 下定决心收山不干 菜头多年好友 曹熙平也很心疼 苦劝菜头年过七十了 别再承受这么大的压力 他的责任感大 多年来压力太重 这肯定受不了 曹熙平推崇 菜头把一辈子都奉献给舞蹈界 二人从年轻任时到老 现在还人好朋友 是曹熙平最大安慰 许多人认为 有助极高表演 才华的菜头或许独自在演艺圈发展会有很好的表现 但怀注梦想 影驰助传承表演艺术的精神 身为红顶艺人之父的菜头选择一路领住红顶艺人走过风风雨雨 即便赔上健康 金钱 精神 仍无怨无悔 69岁资深艺人 菜头 早期从秀场出身 后来创立台湾第一个由反串艺人组成的团体红顶艺人 甚至还在台中设立红顶艺人表演厅 可惜 烧光积蓄事业毁了 他还一度罹患忧郁症 也越来越少在荧光幕前出现 面对多次的失败 菜头说 这是我自己选择的路 不问结果 只想付出 而菜头始终没放弃这群红顶艺人 而他在新竹关西经营菜头农场 不但提供民众游戏休闲的场所 这里也持续演出红顶艺人秀 菜头坚持自己的理想 不断提供红顶艺人们表演的舞台 或许很多人忘记菜头 也忘记了这群曾震撼 轰动一时的红顶艺人 但他们带给观众的优质表演与欢乐 将会一直传承下去 2021年8月 艺人董志成在直播时 巧遇菜头 二人还开心地比赞 搭肩合照 画面中菜头穿着红色的Polo衫 卡其长裤 露出微笑 可惜二人感情相当要好 董志成在贴文中写道 在台中的直播现场 遇到了演艺圈的老大哥菜头 他可以说纵横演艺圈超过40年 起料 真情流露后 董志成借助说可能大家都不知道他的本名 他的本名叫蔡斯文 董志成在贴文笑亏 好像跟本人长相连不在一块 不过他仍然在文末表示 能陷到许久不陷的菜头 感到非常开心 该则贴文1PO出后 立刻引起网友热议 一天就获得800多个按赞数 从此 菜头看到了直播商机 开始直播贩卖商品 但却并不顺利 菜头坦言当初以为直播很好赚 自己也准时贩售商品 不过大多数的粉丝 只是想听他说笑话 讲八卦 对产品完全没兴趣 让他认为根本就是本末倒置 无奈地说买的人很少 还是算了菜头也认为直播是他这辈子最失败 最烂 最磨有脑筋 最惨的一次的经验 菜头不仅事业不顺利 家庭生活也不顺利 菜头曾在某个节目自爆 已经离婚多年 而当初离婚的理由 竟是因BB的介入 这让BB听得非常火 之后俩人在节目上相遇 BB控诉菜头胡说八道 在节目上证明他不是小三 还亏菜头全身都是整形的 全整成这样 但菜头仍不愿意改口 菜头当年与BB在秀场接缘 坦诚十分欣赏他 可惜落花友情流水无意 BB甚至不知他暗恋过他 直到菜头上节目说他是小三 才让他知道原来菜头对他暗恋已久 但是他已经结婚 两人已不可能 之后菜头的弟弟 因心肌梗塞病逝 据悉去世的是他最小的弟弟 和他差11岁 菜头从小把他拉拔长大 菜头形容弟弟是一个很乐观 上进的年轻人 拿到博士学位后就到北京当教授 今年年初突然有两天联络不上弟弟 最后才发现弟弟已昏倒在家中客厅一天多 被送到医院时已成为职务人 在北京治疗一个月后 菜头还是决定砸进百万包专机 把弟弟接回台湾治疗 便开始打干细胞 一期两针要9万元 经过十多天的治疗 弟弟手脚都能动了 就连主治医生也认为治愈几率很高 莫想到几天后 却接到医院并未通知 结果检查出来是心肌梗塞 面对弟弟过世 菜头至今仍走不出来 为什么这么优秀的人就这样走掉 但眼泪已经流光了 欲哭无泪了 菜头也呼吁大众 身体很重要 就算再有钱 莫有健康的身体会影响到亲情 友情 所有人都会替你很不舍 如今 菜头自己又不幸罹患癌 且已经是末期 弟弟去世加上离婚身旁也无人照顾 让人忍不住为他难过 最后希望菜头可以早日康复出院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别忘了动动手指 点击订阅点赞分享哦 我们下期更精彩 拜拜